朋友们好,我是三妹 我们楼顶菜园呢 这个秋天撒播的青菜呢 都盖了防虫网 同时呢,它防虫也能够防这个鸟 所以这个青菜都长得很好 没有虫也,鸟也吃不到 每一区的这个青菜 都是盖有防虫网的 包括这个刚洒进去的也是盖了防虫网 刚洒种进去也是盖到防虫网进去了 这种防虫网的话 防虫和防鸟的效果都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没有注意到 没有关注到自己洒的种 你看这些小鸟在育苗底下 窜来窜去有认识的朋友 我不知道是什么鸟 就很小的这个 你看现在它跳来跳去的 这个盆在这里 这个跳上跳下的有朋友认识吗 有时候它主团来了一大帮飞过来啊 现在今天我拍到这个是一个跳来跳去的这个 它很灵活的 小小一个 从来没见过这么小的小鸟 它很小的这个颜色还是有点青的这种 我真的是不知道它称呼为什么鸟 是不是珍珠鸟之类的 很小很小 真的是比一般的小鸟都小很多 你看它跳来跳去 又跳到沙堆这里来了 你看啊 这里还跳到这里 这个啊 有认识的没有 你看这个是到底是什么鸟 然后呢 这个鸟的话 有时候它主团一大帮来 我都我们撒的这个鱼的这个苗 这个青菜苗 这个生菜苗 没有关注到放在这个菜池底下 隔了一两三天 你看它吃了光光的了 还剩下一个杆在这里 一棵 剩下两三棵 只剩下 连那个头都戳去了 有些 头天还看得长得好好的 所以这个防鸟 真的是防不胜防 朋友们有什么好的方法来防这个鸟的 可以分享一下吗 这次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让我们在下个视频见